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广西泉州女子在禁停路段违法停车 还拍视频炫耀博人眼球 如此行为该如何惩治 浙江杭州一处路面发生塌陷 栏目记者赶往现场 稍后为您带来此次事故的最新情况 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热线发布 近日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我国老年护理工作相关情况 目前我国60岁级以上人口数近2亿5000万 失能老年人超过4000万 对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呈现庞大的需求 近日生态环境部组织水环境达标滞后地区 开展环境形式会商 全国18个水环境达标滞后城市 和50个黑臭水体整治治后城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会商 东莞 长春 惠州 新州 瀋阳等五市 作为水环境达标滞后城市代表发言 今天上午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携手青四乱保护母亲和专项行动工作情况 同时还发布了相关典型案例 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我现在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 在今天上午在这里是举行了 携手青四乱保护母亲和专项行动的工作情况通报会 主要的这次专项行动是要依法地来治理 黄河流域的乱战乱踩乱堆乱剑这四乱的情况 行动自2018年的12月开展以来 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黄河流域的生态面貌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那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也是通报了这样一组数据 截至到2019年的7月底 检察机关共受理水利部门移交问题线索2339件 立案1097件 发出检查建议1029件 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10件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和 可以说黄河的生态治理和保护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责任在间 同样也应该是义不容辞 8月28日中午 广东深圳罗湖区一公寓楼发生沉降倾斜 索性事发前居民被紧急疏散 无人员伤亡 事发后我们的记者也赶往现场 来看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就在事故的现场 那么在我身后大概50米的位置 就是发生事故的6层公寓楼 那么刚刚我和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了解到 在今天上午9点30分左右的时候 社区工作站的人员听到了异响到现场进行排查 发现此栋公寓楼有裂缝 现在此时工作人员对楼内的居民 以及周边的群众进行了疏散和撤离 那么在上午11点20分左右的时候 一楼破坏导致整个楼体下沉清醒 那么目前整个楼体的上层结构 已经斜靠在旁边的楼上 那么在事发之后 罗湖区立即成立了现场指挥部 并有87名消防指战员来到现场进行救援和处置 那么经过多轮的裁查和搜查之后 楼内并没有发现被困以及有伤亡的人员 接下来随后政府的相关部门 会联合对楼体结构安全 以及楼内的安全进行评估 并进行后续的工作 同时为了解到此栋公寓楼内的居民 以及旁边几栋公寓楼内的居民 都已经被妥善的撤离并进行了安置 目前几栋楼内都没有居民进行收获 那么在这个楼的下方 就是深圳市地铁9号线 目前此趟线路正在正常的运行当中 据深圳市罗湖区委宣传部通报称 专家组现场研判以后 初步认为该建筑采用城管灌柱桩基础 属摩擦桩形 且建筑下方有暗渠 由于房屋基底土层较差 在暗渠水流常年的作用下 造成了桩周围的水土流失和桩身的腐蚀 最终就造成了桩基础发生脆性破坏 导致楼体局部倾斜下沉 好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件事情 8月28日浙江杭州某路段 发生了一起地面塌陷事故 事故发生以后 我们的记者也赶到了现场 一起来看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市的建国北路 体育场路是凤起路路段 昭早的时候我身后的位置 发生了一起路面塌陷的事故 塌陷的路面导致天然气管道泄漏 由于目前的道路是已经封闭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进一步往前 进入核心的区域进行拍摄 但是大家可以通过稍早的画面 看到当时现场的一些情况 目前我身后的滚滚浓烟是已经散去了 而且杭州市煤气集团的工作人员 已经进入到现场进行排查和抢险的工作 据了解截止目前是没有人员的伤亡 而且周边的群众也得到了有效的疏散 目前杭州市的各方抢险力量 已经进入到了现场 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多辆混凝土的车辆正在集结 他们现在是正在对下陷的路面 进行混凝土的灌交工作 以防止路面继续的下陷 据了解此次事故是由于地铁施工导致 事故发生后杭州市卫健交通消防电力等部门 抵达现场采取应急措施联合抢险 杭州市房管部门已在事故发生后 开展倾斜房屋监测鉴定工作 杭州市下城区区委区政府 已经做好周边房屋住户和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 截至8月28号下午7点30分 已有792户居民被转移安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网络黑产 所谓网络黑产就是通过互联网 运用网络技术威胁网络安全 危害人们财产安全的非法产业 那么在黑客攻击网络黄毒 以及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当中 都有网络黑产的身影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2018年7月某电商平台的实时风险防控大屏出现了异常现象 安全人民发现某个网络技术黑客正在对本公司的安全系统进行技术性攻击 但凡有此类的黑厂攻击的话 然后我们就会对于这样的一个异常的风险进行一个实时的识别 进行一个针对性的防控 检测到黑客攻击的时候 这家公司正在举行一场新用户优惠活动 活动规定在指定城市一部本地手机号新注册一个账号 在本地消费时就可以使用一个50元的新用户优惠红包 为防止有人违规领取红包 主办方特地做了相关限制规定 规定的这个活动就是同一部设备 然后在那边只能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这样的一个账号 然后只能就是那个获取一个新用户红包 但是活动开展以后依然出现大量违规领取红包的现象 有一大批新注册账号领取了50元的优惠红包后 就迅速消失了 根据安全部门的监测 这次违规领红包的速度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以前 极有可能借助了新的黑客技术 电商平台立刻报警 警方在深圳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报案的时候说是损失大概三十几万 算下来大概被人抛了一万次羊毛 一万次羊毛换句话说有一万个账户被注册 那如果以支付宝的这种一个手机 一个手机号码就能注册的话 那么就会有一万部手机 显影手上应该有一万部手机 但是我们现场看到的明显不是这样子的 这些都是现场扣取的一些手机的照片 同样一个机型 现场可能大概是几十部手机 几十部手机怎么能快速模拟出上万部手机呢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个黑客软件 作案的这些手机 其中里面提取了一部 以一部手机为例子 你看它运行了NZT这个软件之后 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模块 就是抹掉苹果手机 抹掉iPhone 抹掉那个苹果上手机里面的一些硬件参数 可以你自己去填写这个硬件参数 把你这部手机相当于是模仿成另外的一部手机来使用 一部手机能变作成百上千部手机 就是这个名叫NZT的软件的神通 只要装上这个软件 不需要动用很多人很多部手机 两三个人就能轻松控制上万个账号 违规领取红包 领走红包之后 这些账号就像人间蒸发 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在犯罪嫌疑人的手机里 警方找到他购买NZT软件 并与售卖NZT的代理商 咨询如何使用的聊天记录和图片 据此很快锁定了NZT软件的总代理商 重庆市的余某和郑某将其抓捕归案 总代理被抓捕的第二天 迫于压力 NZT软件的制作人沈某 从北京赶到重庆自首 我开发那个就是有快速备份恢复的 它这个都是在本地 就自己的手机上备份恢复的 就说这样的话 我用起来很方便 我开发一个软件 就是我自己也能增长一下技术水平 然后有些可能没想到就被能利用的 那个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好的账号的切换呀 什么之类的 但这个功能从设计上来说 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就可能会被有些能恶意的人 去利用它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但当时还是没想到 这个东西就是有需求我觉得 不强大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人买了呀 对吧 可能会出现这种 有人恶意的去 就是说登陆很多这种账号 做一些捞乱他们市场的事情 这个后来我是反思了 有这个问题 经过专业机构认定 NZT软件能够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 并且能干扰系统正常获取数据 下游使用它进行的黑产攻击 并不是针对某一家公司 而是普遍性的针对所有的互联网公司 你像这个软件呢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它很有可能会冒充他人信息的 但是这个被冒充者 实际上一无所知 这个工具显然是助力了这个犯罪 它会把很多工具的功能放在一起 组合在一起 就可以完成一个很完整的犯罪模式 NZT软件不仅被用于持续性的 攻击购物支付的平台 在网络社交平台等其他领域 犯罪分子也利用NZT等软件 恶意注册账号实施犯罪行为 我们最烦的一点就是攻击成本 就每天都在防它 就不是说是就是那个 因为它安装上之后 不是说它不来了 而是说它一来 它一直来 然后我们一直要防 然后所以我们一直在想着 怎么把它给打掉 就把这个源头给掐掉 事实上我们在了解中 NZT本身是没有任何合法的应用场景的 在普通用户中 也基本上不会有人使用这个东西 而真正使用NZT这个软件 都是一些从事黑灰产业 做违法事情的人 才会使用这个工具 使用NZT等软件 从事各种非法活动 不仅犯罪成本低 而且不易被警方发现 但是它的社会危害性 社会危害性确实很强 杀猪盘是最近发案率比较高的 一种网络诈骗方式 就是利用网上谈恋爱 做诱饵 诈骗钱财 早几年是人员一对一的打电话 实施诈骗 人力成本比较高 如今使用了NZT软件 一部手机就能注册几百个账号 把编好的剧本输进去 机器就会变成一个温柔体贴 事业有成的理想伴侣 在线群发 钱一骗到手 就立刻消耗消失 由于NZT的功能强大稳定 更新快 成为领域内的标杆而大卖 两年多时间 其开发者和总代理 就非法获利七千多万元 专业人士分析 如果开发软件的人 本意不是帮助实施犯罪 实际上是可以利用技术 阻断犯罪分子的滥用 而不该为了牟利 假装不知情 放任犯罪行为继续发生 将他发现 或者说当他注意到 有人可能在利用他这个程序的时候 原设计人员是可以对他的功能进行限制的 这一点他应该是能做得到的 他应该是可以进行这种控制的 或者他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控制的 而且一旦他被发现是个很好的工具 他就会用得非常的迅速 这类具备隐藏身份功能的软件 让网上那些见不得光的行为 更低成本的大行其道 网络诈骗 网上赌博 网络贩毒等犯罪行为升级换代 帮助节约犯罪成本 导致犯罪数量爆发时增长 数据显示 现在有80%的犯罪都发生在网络上 非接触是犯罪越来越多 这些犯罪都技术化了 技术化以后它的危害性就更大了 并且更防不胜防 跟我们以前所理解的传统犯罪 就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看各类传统犯罪都在减少 非技术式犯罪都在增加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NZT这个软件是黑产和灰产 最核心的基层 最核心最基层的软件 如果说是有这个软件存在 会让这个网络环境是没有安全可言 对NZT的治理 是对网络治理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 警方加大了对此类黑客软件的打击力度 2018年7月 腾讯公司同时向警方举报了NZT 以及跟它攻击功能相似的另一个软件XXT 今年5月 XXT案在辽宁省朝阳县法院审理并宣判 据说NZT这个软件的名字是牛炸糖的缩写 这颗一度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牛炸糖 如今让它的制作者们尝到了苦头 其制作人和总代理的道案 揭开了全国十几个城市的多起网络犯罪新型案件的工具源头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以NZT为关键字搜索 近一年多时间就有广东 吉林 重庆 安徽等省市的多份判决书 涉及到各种类型的网络犯罪 NZT就是相当于是有它的存在 所以给了恶意注册一个具体的实施的一个门槛 它切实地培养了下游犯罪 为下游犯罪提供了账号工具 这些账号工具一方面可能在一些黄赌片的犯罪领域 给下游的普通群众造成财产的危害 它是这个领域的头部软件 对它的打击其实是可以震慑到下面的犯罪行为 由于网络没有地域甚至国界的划分 一起网络犯罪往往跨树上或者跨国 警方动辄需要联动作战跨国取证 动用大量社会资源打击网络犯罪成本很高 从源头上打击网络犯罪已成大势所趋 一边是相关法律法规的相继主台 另一边也需要广大网民时刻警惕网络安全 高学历的青年人既是最活跃的网民群体 也是受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程度最大的群体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 犯罪的手段也在不断更新 借助网络的新型犯罪日益增多 社会危害性也更强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 本栏目特约评论员岳深山律师 岳律师您好 小辉您好 您认为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关键点是什么 我认为应当还是要建立起这种 协同共同治理的这种机制 来保护我们的网络安全 因为我们看到这里边 其实涉及到了很多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说 我们这些被攻击的 或者说被侵入的这些企业 这些平台 本身的话 它要做好它的这种安全防护 这也是法律所赋予他们的一个义务 他们应当就要做好相应的这种防护 各种的管理等等 当然了我们说 接下来的话 这些警方我们说也是如果说 一旦发现了这些违法犯罪线索 一定是要及时地来进行打击 包括说我们这些市场监管部门 发现在市面上 突然出现了这一类的这些软件 来进行销售的话 那要及时地来进行查处 那接下来的话 其实就是这些技术的开发者 或者说这些制造者 那我们说很多人都讲 强调说技术无罪论 或者说说这技术本身开发出来 它不是用来犯罪的 它本身没有任何过错 但其实它的这个设计 和使用的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就被人给用歪了 就比如说一把菜刀 我们用来切菜 但很有可能有人拿它 就去抢劫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这肯定不可能说 就不承担责任了 而且还要注意一点的话 就是如果说是为这些 比如说像侵入 或者说非法控制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 提供这些工具软件的 那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包括说你开发这软件 就是为了实施这类犯罪的 也是要承担相应刑事责任的 好的 谢谢约神山律师的点评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 开车上路遵守交规 这是作为一名驾驶员的 基本常识 但是有些人却违章停车 还拍视频 挑衅交警 接到举报电话后 民警按照群众提供的信息 找到了相关视频 该名女子的另一条视频 则展示了一辆围停的红色汽车 及抓拍交通违法的电子警察 通过我们的这个沿途的道路监控查询轨迹 后面经过工作 也联系到了这个视频中的当事人 这个女子王某 并且在电话里面跟她核实了这个视频的情况 当天晚上 王某主动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理 经询问得知 视频中的红色汽车是王某刚购置的新车 车辆已经入户 机动车号牌还未寄到 目前使用的是临时号牌 而王某此前在该路段因违法停车 多次被电子警察抓派受到过处罚 他当时可能 他就想 他说反正这个车子 这边是号牌 号牌没挂 因为我们交警对他 拿他没有办法 就拍了一个这个视频来炫耀 最终民警对王某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后 根据其在视频中的违法停车行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 对其进行驾驶证计三分 罚款200元的处罚 司机违章停车被监控拍下后 非但不主动承认错误接受处罚 反而是肆无忌惮地拍视频炫耀 近年来随着直播和短视频等 社交平台的发展的各种奇葩的视频是越来越多 一些人为了博眼球求关注 甚至是无视法律出格越界 前不久就有游客在故宫里面抽烟 还发视频炫耀 最后被警方处罚 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特约评论员越深山律师 越律师 对于这样的行为您怎么看 对于这样的行为我想说的话 就是网络并非是法外之地 那你任何的这种任性行为都有可能会被法律所惩处 因为我们会看到说这些短视频的拍摄过程当中 有一些是在线下其实就已经是涉及到了违法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线下处理要及时 还有一个的话就传到网上以后 我们说短视频平台在发布这些短视频的时候要进行审核的 相应的这些内容如果说是你在发现了它有违规违法的情况存在 你仍然允许它进行发布的话 平台一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这里边更多的是想要说 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些拍短视频的人 可能说为了自己的这些扭曲的心理的满足 或者说是为了所背后带来的这些流量利益 那经常会逾越底线 这个底线包括了道德底线 包括了法律底线 但是还要记住法网会会输而不漏 网络并非是法外之地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好的 谢谢岳律师 在这里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热线12直播继续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位民警 大屏幕上的这位就叫杨春 他曾经是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交城分局的副局长 从井28年 杨春始终冲在最前线 见困难就上 见荣誉就让 但令人痛心的是 今年1月他却突发疾病 牺牲在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上 2018年4月18号 有人报警称在宁德市区一间民房内 有一名男子抱着拧开的煤气挂 拿着打火机请取激动 现场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附近的居民被紧急疏散 特警 消防都赶来支援 这时候谁进去谈判 谁就面临最大的危险 用手挡住我 跟我说 你就在下面等着 我一个人上去跟他交流 孤身犯险前去谈判的不是普通的民警 而是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交城分局的副局长杨春 杨春进去稳定了男子的情绪 并联系了男子的母亲前来劝说 当男子下楼见母亲时 埋伏在门外的民警一拥而上 将其置住 杨春深入一线的办案风格 民警们早就不是第一次见到了 他作为一个指挥官的话 他可以让我们先上 但是他不会 有危险的时候 都是杨春副局长自己他先上 古西村是宁德市区的一个城中村 一伙人长期盘踞在村里敲诈勒索 村民害怕被报复 不敢举报 民警一直无法掌握有力的线索 杨春就自己一家家上门做工作 担保举报人的人身安全 杨春和扫黑队的民警 先后500多次进村走访调查 2018年底 宁德市交城区人民法院 对古西村的涉黑犯罪组织案件 进行了宣判 涉案12名被告人全部认罪 无一人上诉 主要是杨春同志带领的这个团队 他在第一线上的取证是相当的到位 而且非常扎实 各被告人看在众多的有罪证据的面前 不得不做了有罪的供述 而且认罪服法 这起案件成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宁德市破获的涉黑第一案 也是宁德市历年来侦办速度最快 涉及个案最多的涉黑案件 局里决定给杨春报个人二等功 他就坚决推 剧场你这个不要给我 要给他们弟兄们 工作都是他们弟兄们干的 杨春从事刑警11年 有过各种立功受奖的机会 但他几乎都让给了其他一线民警 在他的手下 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个人二等功 三等功等各类荣誉的 有一百多人次 杨春总说 能当警察就已经实现了自己从小的理想 1991年 杨春从海军退伍时 放弃了教育局的正式岗位 到宁德的公安艇上 成为一名职工 之后转为正式民警 一干就是28年 2017年底 杨春查出心脏有血管堵塞的风险 但他却放不下扫黑除恶的工作 治疗一拖再拖 2019年1月23号 杨春突发心梗 倒在了自己的办公室 杨春牺牲后 被追认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 送别杨春那天 不少同事和普通市民都自发赶来 纪念这位好警察 我这一辈子干的就是我最喜欢的当警察 他说人其实最幸福 就是干自己最爱干的事情 您正在收看的是热线12 近日中华慈善总会联合中国医药物资协会 共同发起了包虫病筛查救助活动 来自多家医院的12位医疗专家 来到青海省 为包虫病患者进行免费抑诊 苏兰措 今年13岁 斑马献名 三年前 在一次筛查中 他被查出患有包虫病 随后在青海省第二人民医院做过手术 左叶的病灶 这个病灶还是有活性的 这是左叶的一个病灶 右叶还有几个病灶 像这种盖化的是可以不能够理 但是这个还是有活性的 那现在他要该怎么治疗呢 需要他吃药 素兰措说 由于他和家人不懂病情 手术出院后就再也没有到医院进行复查 没有按时吃药 这次专家看过后 他才知道如果不按时吃药 病情还会复发 这次复查也让他进一步认识到 如何远离包虫病 我们不能玩狗 然后不能吃生肉 不能活生 包虫病是牧区较常见的寄生虫 也称肝脊求幼病 在我国主要流行于畜牧业发达的青海 西藏 内蒙 新疆等省区 被狗粪便中的虫卵污染的水源或食物 如果被人食用 就可能会被感染 这次筛查 由中华慈善总会带领专家医疗团队 来到斑马县 斑马县是青海省果落藏族自治州 靠南的一个县 全县人口29000人 以牧业为主 也是包虫病的高发区 17年开始到18年 我们重点是以筛查为主 就是搞清楚我们斑马县 到底有多少包虫病患者 当时我们有一个口号 叫做县不漏乡 乡不漏村 村不漏户 户不漏人的原则 然后进行筛查 通过两样筛查以后的话 我们全县的话是 现在包虫病人的病人总数 到现在为止是1100多人 索扎熙说 通过筛查后 有200多人进行了手术治疗 剩下的800多人 有些人病灶比较小 只要通过药物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 对于病灶特别大 压迫肝门部胆管 血管的病人 手术风险比较大 需要慎重考虑 这次和中华慈善总会合作 就是想通过北京的专家 进一步确诊 给病人制定精确的治疗方案 家住斑马县 雅尔唐乡四河洞村的德尔建 在2017年筛查时 发现自己疑似患有包虫病 由于没有任何身体不适 所以就没有重视 他一周前 听乡政府的宣传说 北京的专家会在县里 做免费检查和治疗 便一大早骑摩托车 到30公里外的县医院 来做检查 通过检查 医生确诊德尔建患有包虫病 包虫病在人的身体内 有很长的潜伏期 潜伏期一般不会有 任何难受的症状出现 这也是他没有积极就医的原因 从这次查体来 B超上来看 它肝硬用业 有大约一个11乘7部分 大小的一个 地回生的一个包块 我们考虑的还是一个肝包虫 像这种情况 还是建议手术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 下一步包虫增大以后 可能出现压迫症状 人子有段会破亏 而危及到生命 我们中华三重会 在2015年11月份 发起了藏区签名 包虫病患者救助行动 在我们擅长结束以后 陆续接到北京 进行手术治疗 而且他们的手术费 经过当地医保 报销以后 由病人资费的部分 由我们三重会来支付 对于病人来说 他们都是全免的 你这个包虫面已经发现几年了 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然后这个中间有没有正规服药 一直用服药藏医药 一直服药藏医药 没有吃过阿兹藏医药 那你这个还是略 你越早发现出来的时候 还是略有酸胆 然后再加上你这个胃诊料 特殊 还是手术处理就要合适 所以下一步呢 我们准备再给你查了CT 评估一下手术的风险 丁巴才让 今年24岁 玉树囊牵线人 搬家到县城之前 一直和父母在牧区生活 2017年11月份 学校组织体检时 他被查出患有包虫病 由于功课紧张 一直没有到医院医治 2018年高考 他考上了青海大学藏药专业 我那会儿我一直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然后本来的话今年也应该是来不了的 然后我家里人 我妈妈就是一直催我 再不能这个不能当我这 必须去检查一下 这个亮亮的 这就是我们B超上给你发现的那个包虫 当时查出来的时候是不到6公分 超上可以看到已经最大直径已经达到6.5公分 然后但是这个包虫病 它会有这么一个突然 可能会有这么存在一个突然进展的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比方 它这个病变处于这个 一根是入肝血流 一根是出肝血流 它的病变就处在入肝血流和出肝血流之间 如果要是一旦进展 可能会对某一根血管造成这个包扰 这样的话手术 你就要这个进行这个血管的充电 这样的话手术就会非常的复杂 这就是这种血管的充电 如果吃药能控制也就这样了 好吧 做手术的风险 然后切除了干净 这个病人是一个泡型的包装病 干包装病 这个病病已经侵犯了下腺经脉 以及三支干净脉全部都侵犯了 这样的手术的话风险是非常大 然后常规手术无法完成 可能就做这个肝移植手术 这样的话可能他无法承担这个负担 然后另外一个哪怕肝移植手术 这风险也非常大 因为他把那个下腺经脉全部已经包扰到里头去了 肝的所有的血管全部侵犯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后在当地民政部门和患者及家属商量同意后 由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组织病人到北京进行手术治疗 截至2019年7月 中华慈善总会组织爱心医院医疗队 先后十次到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筛查包重病 行程7.6万公里 筛查22,380人 确诊1,117人 以免费为西藏青海的246名包重病患者实施了手术治疗 8月28日 2019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在主会场中国杭州 以及日本东京印尼亚加达 澳大利亚悉尼三个分会场举行 本次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主题为女性创造的世界 大会上中华女子学院和阿里巴巴联合发布了 2019阿里巴巴女性创业就业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世界小了 机会大了 数字平台为女性创就业提供了更多路径 全球女性正在获得均等的机会 而中国企业在其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大会还邀请了十位奋斗中的创业女性 分享了自己的成功经验 我是一名九五后 日常生活就是帮我们乡里面的农民们卖水果 当时就是看到我们云南很多好的农产品卖不出去 然后有些就是真的很好 然后直接烂在地里面 就像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嘛 就像通过这些互联网来做一些什么 近日江苏扬州一居民家中煤气起火引发火灾 该栋居民楼多人被困 情况非常危急 被困港的创业 遏呀 天守所被困港的创业 被困港的创业 所作的创业 航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